重阳节就快到了 水里乡上安老人会 特别在重阳节前夕 举办庆祝重阳节 及健康奖座的活动 并邀请村内的长辈们 到场共襄盛举 水里乡上安村老人会 我们刘会长 特别在这个重阳节前夕 来安排我们卫生单位 来这边关心老人家的健康 除了为他们做一些 简单的心跳 以及血压的测量以外 也对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关心检查 水里乡上安老人会理事长 刘昌诚表示 在重阳节前夕 特别举办庆祝重阳节 以及健康宣导的讲座 希望借此能够让长辈们 保有健康的身体 最理论最安川 我们老人会会长 今天就是我们一般 庆祝重阳节到庆祝会 10月11月12月庆祝会 今天管户基盤的健康讲座 县议员肖 肯定老人会的用心 不但能够让长辈开心 透过讲座 也能够让长辈对于健康知识 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我想再过几天就重阳节了 在我们老人会特别来安排这个活动 除了让老人家能够更觉得开心以外 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有相当的帮忙 可以事先来做预防措施 期待每个长辈 都能够延延益寿 长命百岁 在这个重阳节的前夕 祝福大家 合家平安 幸福快乐 期盼透过老人会举办 庆祝重阳节 继健康讲座的活动 不但能够让长辈们认识健康 相关知识 借此也祝福长辈们 家姐愉快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